凡人哥我终于抽时间看完了 这部片子真的给我们展示了 好多可以让夫妻关系越来越好的好习惯 我想给你们说四个 第一互相夸奖 看过的人可能都会发现 沈宁和腊伟这对夫妻 特别擅长的就是花样的夸对方 就像沈宁刚刚从入职场的时候 各种紧张啊局促啊 毕竟嘛全职太太坐那么长时间 这个职场经验已经不丰富了 所以她很紧张 那腊伟开车去送沈宁的时候 就会夸媳妇 那女儿看到爸爸这样 就跟着妈妈一起夸 这个时候沈宁的心一下就定下来了 而腊伟和沈宁相继事业 在路边吃大排汤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也没有互相埋怨 而是互相肯定 腊伟说我自己好无能啊 沈宁说他是善良的 还说两个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 在北京有车有房 自己也貌美如花 那都是纳伟的付出换来的 他们还一起吐槽公司 跨对方的行为 帅爆了 我相信这一段可能好多网友都看哭了 说这才是中年夫妻该有的样子 再难的时候也能互相肯定 互相打气 怎么样的勾勾卡卡都能过去 你们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定律 叫正向反应定律 说的就是 人们更愿意做那些得到正向反馈的事情 所以想要另一半更好就多夸夸他 那第二就是睡前聊天 你们发现没 在片子里几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纳伟和沈宁两口子一定会聊天 无论是沈宁在晕衣服的时候 还是在抹护护品的时候 纳伟躺到床上刷着手机 他们都会聊天 聊孩子聊工作 聊人际关系 而且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另一个人一定是耐心倾听给回应的 有一次辣尾在工作上犯了一个错误 本来能拿到的八十万赔偿拿不到了 那沈宁也是耐心的听完 没有埋怨指责 而是跟他说 谁也没有前后眼 让他知道不管发生什么自己都在 有时候其实两人也会有矛盾 但我发现他们都能够最后心平气和的想办法解决掉 你说我们普通人过日子 其实也是小谋撒小矛盾免不了的 其实就是看夫妻俩怎么去处理 很多事情就是多沟通多聊透 事情就能解决了 关键就是要聊透 要彼此打开心扉的去聊天 所以睡前的聊天 打开心扉的聊天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这两人要是都憋着不说 或者不愿意打开心扉 那这个矛盾记载就会很多很多 那最后一定就会爆发 第三啊 互相心疼 辣尾为了应酬喝多了 沈宁回来看到辣尾躺在地上 不是责骂 而是忍着自己的腰疼 还穿上高跟鞋 把辣尾架上头 还感叹 辣尾赚那么多钱 得受多少委屈啊 后来沈宁失业去给人家当月嫂 辣尾看到她的时候 一个大直来 特意买了护手霜 小心翼翼地给沈宁徒手 一边涂一边心疼 沈宁的手划伤了 当然还有后来两口子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 从市里搬到燕郊 辣尾为了多挣钱 决定送外卖 就问沈宁 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吗 沈宁心疼的都哭了 我看到有网友说 如果我有纳尾这样的老公 我陪她吃缸宴菜 我都心甘情愿 有人也说 如果我有沈宁这样的老婆 我为她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愿意 第四 很重要就是 把钱交给媳妇管 你看他俩从结婚之后 纳尾的钱 就全部交给沈宁的 包括他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钱的进账通知 都在沈宁那 纳尾为了从前 公司老总王瑞兹那 要回了八十万大打出手 鼻青脸肿的靠在门上 还坚定的说 我就一个目的 我就是要让我们屋里 所有人过得好 后来这八十万到手 第一时间 其实沈宁就看到了 从他们两口子身上 我发现你真的就能感受到 杨乃老师说过的那句话 婚姻需要爱情之外的 另一种纽带 不是孩子 也不是利益和金钱 而是肝胆相照的 意气不离不弃的默契 刻骨铭心的恩情 彼此既能分享快乐 也能分担痛苦 这种情谊 才是婚姻最有力的保证 这种情谊 这种情谊